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锁定了八强棋位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 他们没有压力 正常打就行了 今晚对阵实力较弱的泰国女排 塞尔维亚打得从容又自信 在博斯科维奇没有主打的情况下 直落三局 拿下比赛 逃取八连胜 泰国女排目前四胜四负 紧击十分 最后一场打美国凶多吉少 他们已经失去了晋级八强的机会 塞尔维亚女排四人得分上双 布叶里卡十五分 二十四口十一中五十 三蓝 米伦科维奇十四分 二十三口十三珠二师 阿莱克西奇十分 十三口八中 二蓝 斯特瓦诺维奇十分 十二口七中 二蓝一发 米哈伊诺维奇九分 二十口七中四师 二蓝 泰国女排被牢牢压制全员低迷 他们的小快领 看家本领在塞尔维亚姑娘面前 失去了威力 完全打不出来 得分少得可怜 平皮查亚八分 阿叶查拉鹏六分 哈塔亚五分 萨斯帕彭四分 塔达奥和查楚昂格二分 数据对比 塞尔维亚在前 扣球48比26 蓝网11比4 发球3比0 失误25比13 二 一组日本女排3比0 25比16 25 25比21 波多黎各 这场比赛 日本队打回了常规阵容 公布兰里姐妹没有登场 队长古赫沙里纳出战 面对实力平平 已经无缘八强的 波多黎各打得并不轻松 波多黎各非常顽强 拦网和防守给日本队 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好在日本队还是积高一筹 有惊无险地拿下了比赛 日本队各人得分 林琴奈15分 井上爱里沙14分 岛孙春世12分 古赫沙里纳7分 石川真佑7分 山田二鲜花5分 波多黎各个人得分 恩里特9分 维多利亚9分 奥尔蒂斯8分 雷耶斯8分 阿布克龙比4分 瓦伦丁2分 数据对比 日本在前 扣球55比33 蓝网4比9 发球3比4 15 10比13 本场获胜后 日本队基18分 超越巴西 和中国 暂列一组第二 让该组形势更乱 中国队必须打好 后面两场比赛 才能掌握主动 明天下午 中国女排挑战意大利 鹿死水手难以预测 只能看比赛过程了 不过 主帅蔡斌和女排姑娘们 都做好了准备 职员会全力以赴 争取胜利 支持中国女排 中国女排加油冲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